我们有一位叫草木冉 还是最开始您的一个马辰说 他怎么老来 他在网上一直在发这个问题 他说先生您的偶像是谁 我偶像 您可能他想表达的 我明白 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的偶像都是政治人物 首先我觉得说偶像都有点不公了 我们当时如果说起来 按今天说起来 像毛泽东是我们的偶像 毛泽东是一个我们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 不隔着 这些年轻人是隔着的 因为你们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 我在年轻的时候 毛泽东是在世的人 我们能看见他 他是一个有着非凡天才的一个政治家 政治家也需要给付天才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政治家是有天才的 非常感染人 毛泽东有很多话是非常感染人 很多今天的年轻人没读过 我觉得如果去读的话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比如当时我们必读的就是老三篇 为人民服务纪念白秋恩和于公一山 毛泽东这三篇文章 我觉得至今都可以作为中学生的一个范文 但是不是每个人能讲出他好在哪 不是每个人都能讲出好在哪 其实毛泽东有很多文章写得非常的平易近人 你比如纪念白秋恩 他就说白秋恩同志是个加拿大共产党员 50多岁了 去年春上到延安 后来又到武台山工作 不幸以身殉职 他说到这的时候他突然加一句感情色调话 他说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 我觉得文章写到这份上是非常非常难的 你不要认为一个大白话 我老说你怎么想就怎么写 我们大部分人惧怕写文章 这是个最不应该的事 因为你会说话 理论上讲 你应该可以把你的话变成一个文字 但我们不幸的是我们的教育 把大部分人的写作能力都给扼杀掉 然后按照他那个规范去写 所以写的所有的文章是没有感情色彩的 或者是一种假象假笑 就假的感情色彩 所以毛泽东他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之深 是今天的年轻人是不能想象的 如果这么说起来 我觉得毛泽东算我一生中唯一的一个偶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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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